好 这类无心价在一起牵连四大产业 行政院长吴敦役因此宣布 要请劳委会释出两万多个工作短期就业机会 协助劳工渡过难关 不看马政府上任以来 美与无心价的风暴拯救方式 不就是丢这个方案 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今天也引发劳团的痛疲 我觉得这是国家在政府的领导者之间 应该多深入 多做功课 多用功一点 进度前大声谴责政府失责应该多做功课 易光董事长叶淫夫忧心忡忡 因为面板D-RAM LED跟太阳能产业 受到国际市场不景气 经营陷入困难被称为四大产业 对此经济部长施言强大声强调 产业没有凄惨 并且云络会给予协助 但实质帮助为何却不愿多做说明 外国之间竞争力里面 人家别的国家强的是什么 你国家有没有 我不是一天到晚怕怕烧 经济部长忙着救产业 因为四大产业牵连众多人的无薪假 而行政院长吴敦毅也跳出来救火 说要释出两万多个工作机会 劳委会也规划推动促进短期就业计划 政府单位现在都说 特别是马英九到了竹科企业大老板 我们非常非常的不满 他们居然说要嘛就实施台新公司 不然的话无薪休假可以 透过跟劳工协议达成 那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因为台湾的劳工天生 在劳资关系里面就不平等 他几乎没有拒绝的权利 连见无薪假问题一天没有解决 政府拼命丢解决方案 之前有短期就业或是22K 现在又推两万工作机会 成效如何民众都要打问号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 热讨计划 质疑 质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